我覺得這是我做殯葬夜最大的禮物 就是可以有機會練習 不用透過真的失去了才感受到 其實我真的很愛你喔 我第一次看到遺體的時候 我只有14歲 剛好遇到了周邊有親戚離開車禍過世 然後剛好經歷了陪他們一家 經歷了那個告別的所有過程 然後發現自己不會害怕 然後反而還很好奇 一個人會打電話回來的人 變成屍體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中間發生了什麼 然後是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我產生很多很多這種好奇 16歲進入這個行業其實就是從 就是替遺體化妝開始 端茶水啊貼胸花啊掃地啊 幫忙燒金紙啊燒銀紙啊這種 我19歲去往生事工作的 就是醫院打電話下來說幾樓幾樓有 就是有人過世這樣 我們就要準備上樓接替下來這樣 我想要走的路跟就是在台灣李醫師或者是他們的這個路徑是不一樣 所以我一樣就是那個很頑皮的個性 就是又想要再去挑戰一些什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宋行哲李醫師的樂章 就是他們就是技術指導這部電影 然後他們是也是日本唯一的宋行哲的家族 就是宋行哲這個名字是他們家 從他們家傳承出來的這樣 很多人在我出國前都會不看好我 你出國學這個幹嘛 你花那麼多時間今天去日本幹嘛 最後台灣又不適用 我當初去日本學習 從來都不是想要帶技術回來要賺錢 我想去了解就是什麼原因什麼精神 可以讓日本的慶典喪禮進化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出國這一趟你說技術有沒有提升 我覺得這不是我想要去探討的 有沒有其實我也不需要去證明 就是給大家來投票啊或者是什麼 但是我很真實的感受到就是我改變了我這個人 媽媽我在四歲的時候我父母親就離開 然後我媽媽因為要就是逃避 所以她離開了這個縣市 然後就有一次她偷跑回來 然後雖然她手臂上就不想讓她走嘛 然後就很安心的睡著了 然後結果早上起來的時候我媽不見了 手臂換成我姐 然後記得那個早上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一直在找媽 長大一點我問過她 我說我說你到底去多久啊 你到底離開多久 她說其實只有一年而已 對我來說像世界摩擬 像我的童年沒有媽一樣你知道嗎 這個傷口一直都存在在我的心裡了 而且我一直都記得但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記得 我在21歲那一年就是經歷了一場很嚴重的憂鬱症 我指著我媽媽喔 我真的是用手指著她 很嚴厲的就是對她說這句話 在我最需要媽媽的時候你在哪裡 知不知道都是你害我變成這個樣子 我一直以為我很可憐 那其實我也是拿我的 我的自以為的可憐 在接我父母親的傷疤 真正辛苦的不是我們憂鬱症的患者 是身邊陪伴的人 很累啊 我覺得怎麼到她的憂鬱症 怎麼會變成是我的錯 心理師跟我說 她這一切 她發病這一切是正常的 還沒真正開始 我聽到我就快要死掉了 真的簡直快受不了 因為有時候她情緒一來的時候 你這樣做也不對 多問了也不對 只能在旁邊看 然後其實也沒有陪伴到 她去度過她那個時候的情緒 有啦 但是我想她比我還透過 所以我必須撐過她才能過 好了啊 我都好啦 她到日本之後 我覺得她就長大很多 從她納瓜人的一個 一個學習過程中 學到她應該如何對待親人吧 納瓜人收納我人生 很多很多複雜的情緒心情 所以你說我學納官 有沒有想要靠納官生活為生 其實我覺得那已經不重要了 她第一次來跟妳提出說 媽媽 妳可以讓我們練習的時候 妳那時候是馬上就答應了嗎 還是妳 她第一句話說 蛤 要我去死了 其實以前我們很抗拒談死 是因為她對於這一塊 她完全不避諱 然後也不怕 然後我覺得 有些觀念要慢慢轉來 要慢慢變形 那我們覺得 嚴死人是一個天福的意思吧 我覺得還好她現在是樂的 有多少人 就是自己的家人 躺在前面的時候是 就是冰的 所以我覺得我好幸福 我很幸運有這種機會練習 你看多少人是對排位說對不起 謝謝妳 我愛妳 可是就只會有一件冷冷的風吹過說 來不及了 見了這麼多的就是故事 其實我覺得活在當下 就是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最後的遺願 就是妳親手操刀 幫我做這套的 我為什麼想要做納官儀式 當人走的那一刻 她還有少少的體溫 如果這個時候聚集親友 來見最後一面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 才是最真的感情 藉由這一個儀式 在這邊結束 那所有的恩怨啊 情仇啊 全部通通都沒了 姐姐 現在妳願意幫我忙嗎 她還沒答應我 我還沒有答應她 冥喜在移書上妳 我還沒有答應她 太難了 我決定我先教她 然後她如果可以納官阿嬤的話 我再納官她 妳阿嬤太瘦了 我們發生這麼多事情 對 今天要送走 還是要花很長時間練習的 我真的覺得很幸福 讓我有這麼長的時間 可以練習準備 好好 她是熱 sorger 好 皆好 傾 Mak